你让你老公拿钱还了吗 你老公不是要挣钱吗 我老公我老公为什么要拿钱还他 人家一天在工地上那么辛苦 你拿了别人的钱把他花了 你老公帮你还不是应该的吗 那你先寄给我他回来我让他还给你吗 我不管你寄嘛 你先把钱还给我 他让我 我说让他 我说让嫂子老公 我说让嫂子老公然后 把钱给他把他还给这个帅哥 他说他老公在外面挣钱很辛苦他舍不得 他让我借钱给他 然后说他老公回来还给我 借吗哥姐妹你们说借吗 我说实话我再借给你我都是为了小小 我不想想要这样子跟着你们这样子 跟着你老是这样子受这样的 你说这么晚了马上十点了小小给我打电话 九点的时候打电话 说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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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了 你说我来还是不来吗 我都要睡哭 不能借 你看吧 傻子 我说借给你你看这个公平站 全部打不借不借 那你说我怎么办吗 我怎么弄吗 然后现在2400位哥姐们都说不借了 那你说我怎么弄吗 你跟我说怎么弄 你敲敲敲地址我不要跟他们说 我敲敲不了 我要听我直播间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话 不要跟他们说 我要听他们的话 我借不了 你是钱再换钱 听你的钱还给我吗 来2500位哥姐们第一次来直播间 没点关注点点关注 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没点关注点点关注 好吧一点点赞分享直播间 点点赞分享直播间 不借不借借不了 你过来看一下这什么东西 你还有心情 我觉得每次我跟你跟你说正事的时候 你都不是这一会儿就是那了 真的好恐怖 少子你之前不是还留的有钱啊 我没钱的 他妈也想想说你留的有钱你还给我 你看我他有钱 给他买一身衣服花几千块钱 你还要拿钱 我给他买一身衣服花 少子你先听我说 兄弟你也听我说好吧 你们两个先听我说 我给小小买一身衣服 花三千四千五千也好 对不对 跟你们两个是没有关系的对吗 那是我心仰情愿的 我给他买的 哥姐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哥姐叔叔姐们觉得我说的对的 来满公平打一个对子 我为什么要借给你啊 哥姐们说的我说的对的 是打一个对子 我给小小买一身衣服 几千好五千好四千好 那是我的心意对不对 我说的对的打个对 我借不借给你那是我的自由 你躲在里面 我就看你今天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我没得钱了解决吗 我钱还拿出来哦 我喊你背天了你不来 那你兄弟你背个背楼是什么意思吗 他背脑子 你要背他的东西是吧 你背啥 你背少这东西 背小小的东西你说清楚 你如果说你背少这东西 我立马 我管都不管我立马 我马上就走 好吧 你不管我背了我呢 你背小小的话我今天我走不了 你背小小的东西我今天走不了 你都可以背 哦 他都拿去了 这家里面的东西都是小小的 那今天晚上我说实话我走不了 来 2700亿哥姐们 我看很多哥哥姐 然后叔叔阿姨们打字 没有点关注啊哥姐们 来没点关注哥姐 支持小丁的来点一波关注好不好 支持小丁的点点不关注 点点赞一起分享直播间 没钱的 你爸爸的还钱啊 没的 你今天买的 对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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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 来哥姐们 来支持小丁的打两个字支持好不好 打两个字支持来哥姐们 好不好 你今天买的衣服多少钱啊 我跟他买的衣服 我我说了 傻子 花三千四千五千 那是我自愿的 我心甘情愿的 我我跟他买 我大不 我为什么要给你买啊 你为什么不给我买 我凭什么给你买啊 你凭什么不给我买 哎哥姐们 你们说我要给嫂子买吗 啊 但凡我公民上有一个人说要给你买的 我都我都给你买 那是我心甘情愿的 你真的你这个人 来直播间三千位哥姐们 三千位哥姐们来第一次来我直播间的 没点关注点点点关注 点点赞分享直播间 那你说咋子这个事情怎么弄吗 现在不要都打不要 你什么凭什么给你买 他们都说不要 三千位都都都说不不给你买 你瞧瞧给我买吗 我为什么瞧给你买啊 那你给小小买你问他们了吗 我给小小买是我自愿的 是我自愿的 你问他们了吗 你问他们了吗 那你钱为什么要问他们呢 跟你买啊 因为不是给小小买 你看我给小买这个 他值这么多钱 我觉得我心甘情愿的 对不对 他这个鞋子好看 你给我买一双吗 他鞋子好看 鞋子也是我给他买的 但是也是我心甘情愿的 你帮他送给我吗 你我现在我不想跟你说 给你买什么衣服鞋子这些 他鞋子也是今天买的 我不想跟你拒绝这些 你你先把这个兄弟的事情把它处理了好不好 我处理不了 我钱还我吗 我没钱 你还拿着 你还拿着 你这话说你凭什么 凭什么让我来啊 凭什么让他问我来呢 你有钱吗 我有钱 那是我的呀 不是你的呀 你可以借给我吗 我凭什么要借给你呢 你借给我还了以后 关键是我都想借给你 我看到小小的面 然后 我看到小小的面 我都想借给你 但是哈 直播间 两三千位哥姐们 他们都不同意借给你 我什么办法 你为什么要他们同意 你为什么要他们同意 因为我要听他们的话呀 钱是你的 我要听他们的话呀 是你的还是他的 是我的呀 但是我要听他们的话呀 我就要听 我自己 我高兴好不好 行不行 你是不是这里有问题 你是不是这里有问题 你不用管 你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这里有问题 我先还出来 我没钱的 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嫂子 我没钱 我说了 你让你老公转钱给你 把他还了 把这个事情处理了 那你借我还了 我让他转钱 他下个月 他下个月一号 转钱给我 我就还给你嘛 下个月一号 一号还几天 还有一个星期 哥姐们 你们觉得我要 听嫂子了吗 来现在三千一百位哥姐们 我要不要听嫂子了 要的打一个要字 不要的打个不要 他说他一号还给我 现在我借给他 你不说有钱 你还要拿钱出来 我有兄弟 我有 我买衣服 花几千块 那是我的事情 我抠不抠 跟你没关系 我跟小杨买鞋子 买衣服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 来嫂子你自己看一下吧 公平成了几百个不要 不要 你说我怎么办吗 你自己看 关他们小时啊 关于我要听他们的呀 你不要跟他们说 来直播间来三千两百位哥姐们 第一次来我直播间的 没有点关注的哥姐 来点播关注好不好 第一次来我直播间 三千两百位哥姐们 第一次来我直播间 没点关注点播关注来 点播关注哥姐们 点播关注点点赞 分享直播间 兄弟来这样子吧 你要不你这样子兄弟 哇 你看这样子行不行吗 嗯 让嫂子给你打个借 打个欠条吗 好不好 啊 打个欠条 然后他一个月之内还给你吗 让他老公 然后然后给你钱还给你吗 不行 哥姐们你们觉得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打个可以 不能行啊 你都说不能行 那怎么办吗 你说你那你今天晚上 你的想法 要么就是拿到钱 对不对 要么就是要拿到东西 对不对 他不干啊 哥姐们 这个兄弟他不 他他他他不同意打借条 哥姐们 他不同意打借条 哥姐们 来三千两位哥姐们点点关注哈 一点点关注哈 一点点关注哈 一点点关注 好吧 一点点赞分享直播间 打借条嘛 他不干嘛 傻子 你听到没有 他说你在那里没有信任程度了 我小狗一花了 兄弟你还记不记得 以前我们第一次你碰到我的时候 我跟你说什么 你还记得吗 我说你不要相信嫂子的 这个事情嫂子做不了主 你不要给了钱 你不要给 有什么办法吗 现在 对不对 你搬不了东西 我说让你搬不了 你也搬不了东西 傻子 我我跟你说了 这个事情你要想解决 你就不让你老公 现在转钱给你 把他还了 他现在 他现在转不了 为什么现在转不了 他已经休息了 你可以打电话吗 我不打 他白天很忙 你这人我说你就是自私 我 你就想 要不就是小小 要不就是我帮你把这个钱给了 现在不给你是解决不了的 你搬了 你搬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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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搬到哪里 你过几天 你过几天还给我 不是我不信你哈 傻子 你还不还无所谓 但是直播间这么多哥姐们 他们不要我给你啊 不让我借给你啊 小小 嗯 要不要给傻子把钱还了吗 丁哥这个钱如果是三两百还好 我也能出 但是太多了啊 你就不要管这件事情了 我不要管你说这个这个男的他每天都来 你说你们也马上睡觉了对不对 这钱也过得不好啊 那怎么了 这钱太多了 你听我嫂子的他肯定不会还你 哎呦他不会还是吧 你觉得他 我过两天都 我到小小小小会移下来吗 他不会还 我知道他不会还 我意思说给了嘛 就不用他还了嘛 他不是帮了他 你还多少钱了 我才多少钱呢 我有钱是我的钱 兄弟 我帮了他嘛 我我我我我 是帮小小我没有帮他 我没有帮他 你你听清楚 钱是我的钱 你现在把钱拿我嘛 走了 我钱给你马上走了 啊 哥姐们 你几点钱嘛 啊 你几点钱嘛 什么 你几点钱嘛 你几点还了 哥姐们你们听清楚 傻子说了什么话了吗 他说 傻子说 傻子说 他说借我借给他 下个月还给我 要不要借吗 哥姐们 我借我你们吃 要借不借不借了 哥姐们 哦 要借打个要 不要打个不要好不好 打个不要 我最后就我听你们一声 我可是就来了 你快回去了吗 我钱了我 我过两天还你 我钱了我 不要在这场路 不借啊 你走他就走了 他不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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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就走了 成几百个不借了 我没办法 为什么要让我拿呀兄弟 我是帮傻傻 我说了我不是帮嫂子啊 这么多不借成了几百个不借了 我 还有些打不要的 那你说怎么弄吗 那麽快的没钱了 跟我 来三千五百一哥姐们 三千五百一哥姐们 来第一次来我直播间 没点关注 来哥姐们来点播关注 好不好 三千五百一哥姐们 第一次来我直播间 没点关注点点关注 一起点点赞 分享直播间 好不好 真能量的所有的哥姐们 辛苦一下你们 没点关注点过点播关注 没点赞一起点点赞 分享直播间 所以我直播间 真能量哥姐叔叔阿姨们 辛苦一下你们 小丁在这里感谢了好不好 我只想给你 但给不了 你快走了吧 走了你笑我一号来 我哪里啊 你让我再没信任的喽 小丁没信任的喽 没信任的喽 还我钱还出来 你拿钱了嘛 你记了嘛 你记了嘛